大家好,歡迎收看ALG Channel,我是Samuel 今天想跟大家講解關於Gut Load的題目 所謂Gut Load就是將我們的活利 即是一些昆蟲、杜鼻、蜜皮蟲等 我們先餵飽了它 這樣才拿去給我們的爬蟲類進食 為什麼我們要Gut Load我們的活利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活利如果我們沒有Gut Load 沒有餵飽 其實它只不過是空有其表 我們的爬蟲類就算吃了這些活利也好 它們都未必有足夠的營養 所以我們就需要Gut Load它們 其實一路以來這十幾二十年來 其實很多人都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去Gut Load我們的活利 包括可能去買一些紅蘿蔔 或者各種各樣的食物去給它們吃 這些方式是OK的 不過最主要是可能衛生會差一點點 即是它們吃剩了會有些食物的殘渣 或者有些水分很容易去吐菌 其實坊間市面上也有很多一些 專門是Gut Load用途的產品 譬如我們店鋪也有買的 譬如我們店鋪購買的就是 這隻來自澳洲Wamburu的Insect Booster 其實這些所謂的產品 最主要就是提供蛋白質 其次就是它本身都含有很多維他命 抗物質等 當我們刺激完這些活利之後 我們再給我們的爬蟲類去吃 它們的營養就很足夠 即是它們蟲吃飽了 蛋白質很足夠 身體內也含有各種維他命 抗物質等 變成我們的爬蟲類 變色龍、手工等 吃回這些活利之後便足夠營養 當然還有很多人都提到 那些蟋蟲、道比亞等 可能買到回家 經常都很容易死 那其實就 除了我們要Gut Load他們之外 它們都很需要水份 即是很多時候 一些活利的死亡 其實跟它們的水份不夠都有關係 即是很多人就 可能只是給麥皮它 有時候就不忽略了 沒有給水份 有些人會給菜或者給紅蘿蔔 但剛才也提到 即是用這些方式 有機會會令到滋養活利的傷 可能比較髒一點 其實市面上都是產品 就可以代替這些東西去提供水份 即是譬如好像這個 美國斯拿出的Cricket Drain 其實它是一個拿來給我們的活利去補充水份的一個啫喱 其實就這樣放在那裡 可能用一個小碟裝著 其實就可以讓它們吃 吃完就是去補充水份 這樣就減低損耗 還有大家要注意 在養活利的傷 大家都記得要勤清潔 因為它們都一樣有排斥物 如果太久不清潔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衛生 第一 第二 有機會太多排斥物 又髒 又容易死 所以大家記得要定期清潔 滋養活利的傷 還有我們的活利 即是包括蜜皮蟲 我們本身都用了 都是用剛才我說的兩個產品 Insect Booster 還有這個Cricut Drain 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上來買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ALG Channel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給個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還有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Bye Bye